全民穿越末日时代 我和全球几十亿人穿越 来到丧尸横行的末日世界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 只能依靠自己 当我醒来睁开眼时 耳边传来系统提示 末日世界轮回者游戏即将开始 系统界面开始加弹 可当我定心一看 一个恐怖的骷髅人脸正盯着我 吓得我急忙后退 可看着眼前充满着丧尸的街道 让我发猛这是什么情况我在乎 好在系统提示的 这些丧尸还处于禁止状态 无法移动和击杀 对于现在发生的这件事 我却只是觉得这是一场梦了 我举起拳头一拳轰在了脸上 可飞剑的鼻血和剧烈的疼痛感 让我顾不得这么多撒腿做好 当务之急要找到藏身所 可现在到处都是丧尸 没有地方可躲 跑了许久我终于跑不动了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左顾右盼寻找东西防身 一个穿着防暴套装手拿盾牌的丧尸 路线在了我的眼前 我赶忙冲过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从丧尸手中夺过顿台 还顺手拿了一颗烟雾盾 正当我飞奔逃离之际 由于刚才用力过大 防暴丧尸因为惯性朝我扑了滚 我进去摔到了地上 伴随我的摔倒游戏在此事业开始 我只是随手拿了丧尸心爱的飞鱼罐斗 他却想要够起 我不同意他就要强行扑倒我 为了守住我的节操 我只好一脚把它踢飞了出去 并赏给他最喜欢的飞鱼罐斗 头也不回地离去 来到一家餐馆 本想进去找一点吃的 眼前却弹出了红色提示框 餐馆里面有27只嗷嗷呆普的丧尸 贸然进去 他们一定会饱餐一顿 望着眼前的提示框 我愕然道 系统提示框为什么是红色的 可当我还在思索至极 有两名幸存者已经朝里面进去 好似没看到提示一样 没过多久餐馆里面便传来了惨叫声 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 能看到隐藏提示 来不及高兴 我按照系统的提示 朝寿楼处跑去寻找物资箱 关上大门 我呼吱地坐了下来 后背紧紧靠着大门 大口大口地喘起 打开眼前的物资箱 我得到了 矿泉水 消防水 体质药剂注射枪的一本 初级体质药剂 可以使人的身体素质达到异常强壮段位 而普通幸存者的体质等级为 寒弱 强壮 异常强壮 人体极限五个段位 为了生存我毫不犹豫 注射了体质药剂 但伴随的还有手臂上暴起的情景 我被疼得撕心裂肺 可没想到的是 系统却提示到 注射体质药剂 只有30%的成功概率 否则进阶失败注射者将暴体而亡 当时 只有变强才是生存的唯一道路 我按照系统的提示 找到了可以让人变强的体质药剂 代价却是承受肌肉撕裂般的状态 注射药剂厚度 疼得在地上直打鼓 为了不引来街上游荡的丧尸 我咬着手 强忍着不发出声音 不久我便昏迷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外面躲避丧尸的人群中 一个男人却如砍瓜切开般 解决掉了一个丧尸 而他便是这片区域的第一位异常强壮者 王景 当我再次醒来时 望着眼前的双手 我抿着嘴眼含泪花 幸幸自己还活着 可门外不断传来的撞击 却提醒着我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然而一声救命声忽然传入了我的耳朵里 原来是一名身穿低胸礼服的女人 正在楼道外呼救 面对女人的呼叫 我拿起消防锁和盾牌 按照系统的提示朝二楼走去 顺便试试这体质增强后的力量 趁着女人吸引丧尸期间 我偷偷绕到背后 给丧尸脑袋上开了花 然后回声欲挥又解除掉两只丧尸 可女人非但没感谢我 还指责我乱杀无辜 由于刚才 吸引来了一大股丧尸 尽管被骂我还是提出带他离开 可女人却觉得这里安全 让我在这里保护他 没办 我回收起击杀丧尸掉落的物理 在女人的震惊中 头也不回地离去 按照系统提示前往VAP三楼的电梯 靠着体质药剂带来的增异 我一路上拨观展进 来到了电梯前 然而电梯却和VAP电磁卡 才能打开 正当我思索VAP卡的哪里之间 一只身穿暗暖的台话 丧尸出现在了我的梦境 面对来势汹汹的强壮丧尸 系统却在此时提示到 丧尸身上有三楼总统套房的要求 那里没有丧尸 可作为临时据点 张晨动静一看 果然有一把要素 还有VAP门静开 张晨咬着牙 举起斧头 用力一跳向强壮丧尸批拳 是我一扶 强壮丧尸被推幻起来的 铐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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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斧头却被卡住 张晨被反过来的强壮丧尸一击退开 随后强壮丧尸握紧拳头去 使出吃奶的力镜向张晨封死 张晨被打得连连后退 最后强壮丧尸一系上勾拳 把盾牌给击飞了出去 我没想到的是 此时另一个丧尸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好张晨 张晨反应急快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如把草斑拔了起来 然后转身一把朝强壮丧尸扔了过去 随后拿起一个灭火器往他身上拔 并朝他喷出干粉遮住事情 趁着强壮丧尸被干扰的气息 张晨趁机夺过他身上的钥匙和火 向他双手抱拳道 师兄告辞 后悔无期 然后向电梯跑去 张晨疯狂地按着电梯开关 祈祷着快点打开 可是张晨的脖子上去突然出现 绿色的纹路朝脸上爬去 张晨感到了身体传来的不对劲 心想 怎么回事 该不会那是药剂的负责用 好医生 张晨短身一看 一只身穿保安服的丧尸走过来 但令张晨吃惊的是 他腰间还佩戴着一把薯条 知道在末世中享受五星级总统待遇般的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当其他人在顽强抵御者丧尸的入侵时 张晨却在悠哉地享受着渴望 当其他人在奋力击杀丧尸收集食物时 张晨却在大口大口地施着肉 可在此之前 张晨因为体制药剂所带来的负责 被丧尸追逃 望着近在咫尺的左人指尽 眼看丧尸袭来 张晨只好做吧 张晨急忙用盾牌抵挡 然后往电梯里退去 跑在电梯顺利关上门 来到总统套房 药剂带来的副作用 让张晨只觉得异常口渴 好在冰箱里有许多的矿泉水 张晨拿起矿泉水便往冰 咕咚咕咚地灌 许久 张晨紧握着双拳 果然喝水能帮助吸收残余的体质要紧 望着冰箱张晨充满信心 这么多的水 足够我能成为正常的异常强壮者的 明天目标 左轮手强 而在另一边 王继然扛着大刀望着脚下 被他杀死的心 你们的储物戒指我就收下来 一群没用的肉组 也是时候去寿楼中心 找那只腰间挂枪的警察丧尸 喝饱吃足后的张晨 准备开始清点一下收购 望着眼前屏幕上的物资 击杀丧尸不仅获得了能量金河和便宜质量 还有生活用力 制造图纸 现金等物品 就是储存空间小了点 可惜没有找到地下停车场越野车的钥匙 只能等明天拿完枪后再去找找 随后 张晨点开交易大厅把没人的物品上加交换丧尸 可就在这时 张晨被交易大厅的一桌交易的信息 张晨点开对赵夕月的私聊询问道 开个价吧 你发的三样东西我都要了 赵夕月平静说道 我需要饮用水和干净的食物 只有水也行 然而 为了以低价拿到 张晨一脸阴险的坏笑 指着被吃过一半的午餐肉说道 我用这个跟你交换怎样 还没有等张晨反过来 赵夕月便答应 最终张晨一半份午餐肉加一瓶饮用水成交 没想到的是 赵夕月还充满真诚的夸张晨是个好人 整得张晨对自己都觉得有些太不敌包 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 张晨打算加赵夕月为好友 等以后物资充足再给一些他 还没等张晨反过来 赵夕月便切断了通话 张晨叹了一口气 还是早些休息 这是一个丧尚的情势 而我却享受着五星级总统的待遇 只因为有一个能看到隐藏提示的系统 来到末世求生的第二天 张晨全副武装准备去狩猎丧尸 可当张晨冲出去时 却发现楼道砰砰如影 丧尸怎么没有啊 这是人的血迹 看来是有玩家来的 张晨蹲下观察地面上的血迹 可奇怪的是 一般丧尸攻击血液会是四箭变射痕 难道有人在猎杀玩家 张晨站起身来思索到 看样子那把左轮手枪也被凶手拿走了 想到此 张晨握着斧头的力道也加重了几分 当务之急先去地下停车场 寻找系统隐藏提示的越野车 带张晨走后 王继然从窗户探了出来 望着张晨离去的方向打凉道 跑得挺快 难不成和我一样也是一场强壮者 那身上的物资肯定不少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尝尝这花生米的滋味 来到停车场后 张晨暗动手上的车钥匙 可汽车响起了声音 同时一觉了 张晨没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吓唬谁呢 现在你们才是猎物 棒 喀 两具丧尸就轻易被解决掉 回收体掉落的物资 打开车门 令张晨震惊的是 车里居然有一把人称 众生平等的大碰子 发达了 发达了 张晨一边开心地说道 一边把东西收了起来 现在物资也充足了 武器也有了 现在安心回去等待 要继续吸收完在外出吧 可刚刚打斗的动静 会不会引起那个凶陈的惊议 不能就这么回去 而在另一边 王继然已经在角落 拿在左轮等待的张晨的到来 在张晨返回时 系统提示道 小心 电梯对面的客房里有枪手 张晨眼眸闪过一丝杀意 果然被他盯上了 还好我是压着脚步上来的 张晨丢过去一个空罐头 想引出王继然 可一声救命声 却打断了张晨的计划 听到这熟悉的救命声 室内的女人 她还没死 没办法 计划被打乱 张晨只好闪身 逃遢到对面开了一枪 然而王继然早已离去 只剩下一片季节 在末世里 女人只是因为长得好看 身材过于哇塞 就连丧尸都被他散发出来的体香 也深深吸引了过来 然而 面对丧尸的来袭 女人则是撇过头望向另一边 流着泪苦苦哀求道 求求你们 放我下来吧 他们就要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胖子和瘦子的家 为了猎杀丧尸而绑架了你们 可面对女人普普的求劳 他们反而呵斥道 你的命本来就是我们救的 让你干什么那就得干什么 不久后 丧尸已经来到了女人的身边 直到女人淹没在丧桃里 被丧尸啃识掉 胖子和瘦子才拿着刀冲了出来 趁着丧尸被吸引的期间 胖子举起菜刀向丧尸脑袋劈去 可没想到菜刀却被卡住 拔不出来了 然而 此时丧尸们已经反应过来了 朝他们追选 面对紧追而来的丧尸 事到如此 胖子一把抓住瘦子的后背 还扔向了丧尸堆中 而在另一边 张臣则是在一旁的草坟增 默默注视了这一切的经验 可没想到的是 胖子却朝张臣这边跑过来 跑到胖子在逃跑的路上 突然摔了一跤 消失在了尸群里 或许是张臣倒了没跃 一直在啃食胖子的丧尸 好像闻到了张臣的气息 朝张臣躲避的方向看了过来 没办法 张臣只好从储存空间中 拿出了消防火的盾牌 因为枪声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所以只能使用符合运营 可人生 丧尸及时朝张 面对丧尸的到来 张臣只用了三两下 就把他们给解决掉了 当张臣来到胖子的身边室时 系统提示道 玩家的储存戒指 可取出其中的物资 无法进行物资存储 为戒指升级的必备材料 看到系统的提示 张臣则感到一脸震惊 这不就是说 要想升级储存空间 就必须杀人 这是什么狗屁设体 还没等张臣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系统却再次提示道 小心头顶 好在张臣靠系统的提醒躲过去 而来人正是王继燃 来了 来了 张臣和王继燃的最终对决终于来了 王继燃面露寒光 手握堂刀 周身迸发杀气 向张臣走来 张臣连忙排起盾牌护去 可不料下一秒 王继燃便出现在了张臣的面前 全便把张臣的盾牌给打了四公里 随后又是一刀横扫过去炒火 这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异常强壮 张臣急忙躲过 可脸上还是被划出了一道血口 小子 反应还挺快 再试试这招 张臣被逼飞出十几个月 菜鸟就是菜鸟 这么快就爬下了 怎么样 胸骨断裂的滋味很好受吧 他的实战经验比我丰富太多了 用枪恐怕也没有胜算 得想想别的办法 王继燃步步紧逼 你的游戏到此结束了 就是现在 张臣带王继燃靠近时突然抱住他的腰 王继燃没想到张臣居然还能 但大家都相安无事不好吗 为什么非得猎杀玩家 王继燃不断用力敲击了张臣的后背 你给老子松开 哈哈 你不是有枪吗 拿出来啊 王继燃咬牙切齿 如你所愿 就当王继燃拿出枪的瞬间 张臣一把咬住他的手 王继燃暴怒 后动扳机 我要打爆你的头 当张臣与王继燃分开的瞬间 张臣从储存空间中拿出了早已准备很大 我听见咚的一声 一带王者 王继燃便倒了下去 但没想到的是 张臣开枪的声音却吸引来了丧尸 而张臣也因为体力耗尽挡了下去 但就在这时 赵夕月突然请求私聊 赵夕月蹲着身子 看着张臣倒地的样子 着急地说道 你后面好多丧尸 快起来 我这里有肾上腺素 张臣虚弱地回应道 快传给我 要来不及了 肾上腺素 可激发人体体能 使人进入短暂的狂暴状态 注射三秒后起行 张臣用尽最后的力气 握住肾上腺素猛地向大肚扎去 叫计生肖开始倒计时 待到零秒时 张臣猛然起身 拿起糖刀朝丧尸挥去 都给我去死 还有十分钟 还来得及回去 但是 当张臣抬头看时 一大波丧尸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帅 怎么会这么 男人只是因为长了六颗妖子 便遭到了丧尸 要把他的妖子搁下来 没办法 张臣只好转身逃离这里 可后面又出来了两只丧尸 把他的路给堵死 无奈之下 张臣抽出手枪 准备和丧尸们来个决意死战 可没想到的是 枪里早已没有子弹 给张臣气得连眼珠子都弹了出来 大喊了一句 我炮 在瞬间 一具丧尸语朝张臣扑了过来 张臣猛地刻身躲过去 不过一只摔倒在了地上 好在这时 张臣看到了一个停车栅栏 想到了一个办法 张臣起身冲向停车栅栏 用力一把抓起了栅栏 望着即将到来的丧尸 张臣右手拿刀 左手抬起栅栏户在胸前 怒吼道 老子今天就是战神 杀 在张臣强势的冲冲下 张臣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就连一旁观看的玩家也被惊呆了 然而 没过多久 张臣便被一个巨大的身影给引死 只见一个身高五米 身体充满着肉流的巨型丧尸 拦在了张臣面前 还有戏统的提示 与此诚实 张臣与巨型丧尸搏斗的过程 也被其他玩家通过直播给判断 由于巨型丧尸的实力不余强大 张臣只好按照系统的提示 越过蓝网逃离而去 看着身后的丧尸 张臣得意地说道 各位师兄 小弟我先走一步 可就在这时 肾上腺素作用的时间到了 系统提示道 肾上腺素失效 体质药剂作用被催化 升级后彻底吸收体质药剂 可抵消目前的身体负口 没办法 张臣只能选择使用100能量精和升级 恭喜您晋升至人类体质极限段位 距离升级觉醒者段位 还需要300能量精和 张臣握了握拳 朝一旁的石头看去 他一拳轰在了上面 哦 石头被击碎的四分五裂飞了出去 好强 而且手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真的是我做的吗 随后张臣也顺便把储存戒指升至二级 但是 紧接而来的是系统情况 距离游戏第二阶段开启还剩十天 丧尸和变异生物的弱化压制戒指将予以解除 请玩家做好准备 只因女孩式的大卫王 每次吃饭能吃一头牛 男人便想提出要包养他 然后趁机娶他当老婆 可不料被女孩识破了他的诡计 下一秒便挂断了他通话 毫离丧尸追导后的张臣朝回酒店的路上投资 却意外发现了肉书肿 随后将肉书肿收了起来 当张臣回到酒店时 却发现玻璃被砸碎 冰箱的门也被打开 张臣顿时警觉了起来 难道有路精神 张臣举起枪对准窗口 缓慢地向天移动 就在这时候被突然传来了一丝动静 张臣惊得转过身来大喊道 出来 只见一名拿着锤子的小女孩 浑身颤抖地出现在了张臣的面前 张臣放下手中的枪对着小女孩喝赤道 好你的耗子 是你搬空了我的冰箱吧 然而小女孩却连忙摆摆手说道 不是我干的 那个你先能不能给瓶水我喝着先 还没等张臣开口 下一秒小女孩拿着锤子朝张臣的脚锤了下去 张臣被锤得嗡嗡咕咚 等张臣反应过来时 此时小女孩已经拿走了她的戒指不见了 在张臣拿起锤去追尸 下一瞬小女孩又出现在了张臣的面前 望着又出现在她面前的小女孩 张臣举起锤警惕地询问你 你还想抢我的锤不走 可小女孩却一脸害怕 说是有丧尸来 张臣一脸一过 不料下一秒戏子提醒 他一只匍匐者破窗而入朝张臣起 玄机张臣反手一把抓住她的脖子 又指匍匐者 便一二行丧尸 速度迅满 擅长跳跃 势力低下 具有趋光性 趁着张臣抓住匍匐者时 小女孩拿起锤子一把回送了匍匐 玄机张臣一枪命中丧尸脑袋解决掉了匍匐者 本以为匍匐者已经死掉了 可没想到下一瞬匍匐者又起来了 并伸出她脸上的触手朝张臣戳过去 好在关键时刻小女孩向张臣还回了戒指 接下来张臣取出子弹 给左轮重新安装好的那一枪 还没等匍匐者来到 只见张臣便挥到一击结果的匍匐者 但没想到的是张臣的手在刚才战斗的过程中 被匍匐者得抓上了 男人只因身怀六颗妖子 就被小妇婆给看上并要求包养她 为了守住这六颗妖子 男人只好偷偷离开 只留下小妇婆在原地哇哇大哭 画面一转 张臣按照赵夕月所给的地图 找到了一间没有丧尸的海岛别墅 当他进入别墅后却意外发现 一只笑月狼王的幼女 可小狼王见到张臣后却异常警惕 并朝着张臣跑响 为了收服小狼王 张臣只好拿出小肉块尝试 能不能增加小狼王的好感 看着滚过来的肉块 小狼王小心翼翼地朝肉块闻了闻 在张臣期待的目光下 小狼王还是吃下了肉块 此时系统也提示到小狼王的好感度加一 当好感度达到一百后 将与主人永久绑定 永不背起 过了许久 当张臣拿出最后一块肉丢给小狼王时 此时的小狼王已经有九十九的好感过 在小狼王吃完最后一块肉后 张臣成功收服了小狼王 并为他命名为二胖 本想让吃过肉后的二胖喝点水 不料随着二阶段的临近 除了各种怪物开始出现 就连水也变得不干净了 到了晚上 张臣带着二胖来到海岛边 种植获得的肉属种子 并思考着如何在海岛的周围 做一个拦截网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一名白发女子和黄发男子 在共同击杀着丧尸 当他们收起击杀丧尸掉落的物品时 不料下一条女人被一剑穿过脖子而亡 还没等一副临过来 当红发女子要跳下去拾起战力品时 刀疤男靠着敏锐的听觉 发现有人朝这边过来 而来人正是张臣 这个男人不仅是罕见的体质极限者 还拥有说明的孝月狼王当宠物 可就是拥有这么强的战力 却总有一群不知好歹的小卡来咪来挑戏 原来就在刚刚 张臣路过一栋建筑时 系统传来提示 小心三楼窗户 那里有两个拿着弓箭的劫匪 看到系统的提示 张臣不慌不忙地思索着 用远程武器伏击 看来有不少人栽在他们手上了 然而正当红发女匪要射击时 刀疤男却抬手势一刀 先别动 别暴露位置 这小子是从河堤丧失聚集地过来的 然后他调出通讯界面 叫人先打打投阵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张臣给通过系统提示所得知 不出所料就在这时 三个小卡拉米走了过来 为首拿刀的还嚣张地 让张臣交出物资 饶他不死 文言张臣却淡淡一笑 这句话我原样奉还给你 可不料下一秒 张臣背后却串出一个 手拿大砍刀的大汉向他劈去 与此同时 红发女匪也朝张臣射出了剑 选急张臣出手抓住了盗来的剑 但却被大汉给劈中了后背 看到被打倒后的张臣 刀疤男和红发妹也纷纷跳下了牢 但下一顺 张臣却突然起身结果了寸头男 而肌肉男还想偷袭 但还是被张臣一刀铬成了 可刀疤男不讲武德朝张臣扔向手门 然后拉着红发妹子转身就跑 好在张臣伸手敏捷跳到了楼顶朵过去 旋即便起身追去 可还没等会议 一条巨型丧尸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而张臣也就在这时追了上来 两面受阻的他们意识到不对 赶忙向张臣求和 提出用武城物资交换 可张臣却觉得太少要求要八成 面对着朝他们即将到来的巨型丧尸 没办法 刀疤男只好同意了 但要求张臣把刀扔过来 只见张臣面无表情地把刀扔到了地下 见张臣把刀扔了 刀疤男顿时升起了小心思 他想等丧尸在靠近点 把手雷丢过去 然后让红发女趁机捡起地上的刀 当刀疤男要掏出手雷时 却发现手雷不见了 可下一秒 红发女却一把把刀疤男推向了丧尸堆 这只小狗看上去呆萌可爱 可实际上却是传说中的校月狼王 其实力更是能秒杀一切丧尸 就在当刚 红发女为了活命亲手把刀疤男推向了丧尸群 看着急迟而来的巨型丧尸 刀疤男却被一拳轰飞了住 无料红发女却拿着手雷独自冲向巨型丧尸 然后跳跃到巨型丧尸的头顶 秒把手雷扔向丧尸 挺红的意思 随后燃起了熊熊火光 带浓烟散去 然而巨型丧尸却毫发无伤 红发女早已不见踪迷 而刀疤男却成为了巨型丧尸的口梁 可下一秒 巨型丧尸舔了舔舌头朝张臣这边转 眨眼间就朝张臣出一步 此时系统提示道 立即远离巨型丧尸 追杀女匪或是更好的选择 没办法张臣只好跳向楼房逃离 就连堂刀也没来得及拿魂 然而在白发女死亡的地方 却来了一群玩家 望着白发女的尸体 他们奇怪的是 为什么他们身上的物资 没有被收集中 可就在这时一个小弟朝他们 正老大 劫匪的身体在这里 不好 劫匪也死了 这是黑吃黑 尸体是诱饵 玄机他们便团团围起一个圈来借过 就在这时张臣追杀红大女来到了这里 然后在这里 剑底下被张臣一枪给挤着掉 随即张臣拿着喷子 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可张臣并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收集起了掉落的木材 却意外得到了出击水质净化器图纸 郑队长见张臣没有理会他们 便摊开双手说道 我们只是经过这里 无意冒犯 随后让一个名叫真玉的女子过来 把准备好的储存戒指放到了地上 想不到的是张臣拿过戒指朝他们淡淡地说道 人不是我杀的 戒指既然是你们先发现的 那自然归你们 说罢便把戒指丢了回去 然后转身离开 临走前还不忘装了个臂 过了许久 张臣站在楼顶府看着下 找了好几圈也没看见糖刀和戒指 难道被人捡吗 算了算了 回家种地吧 张臣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糖刀已经落到了之前的马尾小萝莉手 回到湖岛 此时的肉鼠已经开始发芽 还需120天成熟 张臣消耗200个变异肥料 合成20个素掌肥料 使用7个素掌肥料进行催熟 三天后再试一次肥就差不多成熟 就在这时二胖叼着水桶走出 这些都是初级净化器净化出来的水 张臣摸了摸二胖的头开心地挡 干得不错 等浇完水我们一起去打丧尸 到了晚上 张臣在楼顶处射杀丧尸 而二胖则在地上变身成校园狼王形态击杀丧尸 可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却引起了二胖的注意 少年不仅长得十分帅气 而且自身还拥有超强实力 就连玉姐见了都撩发是爱 可少年却偏偏是个直男 只留下美女独自发毛 就在刚刚 二胖为了追击一只匍匐者 而来到一条巷子 可不料下一秒 二胖头顶却突然出现了两只匍匐者 好在二胖反应过来咬住了其中一只匍匐者 不过后背也被另外一只匍匐者给咬住了 眼瞅着匍匐者在后背 而二胖却怎么也碰不到 只能不断受痛安好 可怕的是还有源源不断的匍匐者从天而降 关键时刻 张晨一发力剑射穿了还在空中匍匐者的脑袋 面对那些还在空中的匍匐者 张晨再次拉弓瞅准时机 朝他们射了过去 可不料却被匍匐者给拍断了 可就在这时 匍匐者突然改变方向朝张晨再次报射而来 来得正好 省得我过去找你了 张晨取出一把菜刀 刷的一下 匍匐者便被砍成了两半 解决掉这只匍匐者后 张晨旋即又射杀了在二旁背后的匍匐者 但此时张晨他们已经被数不尽的匍匐者给包围住 没办法张晨只好带着变回普通形态的二旁逃亡 嘴上还蛮怨道 早知道就不带你出来 即便张晨跑得再快 但还是被匍匐者拦住了去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郑队长带领着队员来到超市搜刮物资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已经被匍匐者给盯上了 陆陆续续的匍匐者朝超市而来 什么情况 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匍匐怪 眼见情况不对 郑队长赶紧吩咐队友搬起柜子去 匍匐大门 好在总算捕住了大门 可匍匐者的撞击却让他们感到吃力 就在此时 众人却看到有人被匍匐者包围了 而此人正是张晨 看到张晨在匍匐者群中厮杀 众人震惊道 我靠 一刀一个 这哪是包围啊 可不料下一门 张晨后背却突然窜出两只匍匐者 小心背后 张晨回头一刀 结果其中一只 然后就迅速取出喷子给另外一只来了的暴头 小萝莉只是睡了个懒觉什么都没做 却突然成为了末日游戏中第一名觉醒者 而少年拥有着隐藏提示系统 也才看看触摸到觉醒者的边缘 原来就在刚刚 张晨在摆脱匐匐者的追赶时 匐匐者却突然停了下来 当张晨还在论神致敬 系统通告突然弹出在张晨的面前 检测当前游戏事件 有幸存者非法晋升为觉醒者 游戏第二阶段将提前开启 距离游戏刷新还有59秒 玄机张晨又望向了一旁的匐匐者 游戏第二阶段 右体匐匐者将进化为成熟体 威胁极大建议当前击杀 随后张晨便击杀了禁止的匐匐者 并收起了掉落的物资 趁此时的尸群还是透明虚眼 还没有完全刷出很多巨型丧尸和大型匐匐者 张晨只能硬着头皮朝丧尸群冲去 可尸群一眼望不到头 完全不让人活呀 完了 要来不及了 此时距离游戏刷新还剩8秒 当还剩5秒的时候 张晨意外发现了一辆大卡车 可时间已经来不及去打开车门了 没办法张晨只好一个滑缠往车点回去 倒霉的是不小心铲到了一颗石头 横得张晨在地上直打滚 而此时轮回者游戏第二阶段也已经正式开始 当游戏开始后 张晨便迎来了第一只完全踢的扑鼓 好在张晨及时躲过去 个头变大的速度却没变慢 又来 好险他的速度我跟不上 久站下去肯定要死 堂刀不再根本没得打 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张晨打开车门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火箭筒 张晨拿起火箭筒朝扑鼓者进行瞄准 下一秒火箭筒刷的一下飞了出去 只听空的一声 扑鼓者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化作了灰尘 与此同时 郑队长等众人被丧尸团团围住 只能拼命抵御者而来的丧尸 怕的是 一只巨型丧尸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此刻队友们充满着绝望 完了完了 巨型丧尸都来了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只又矮又胖的丧尸 在进化之后 摇身一变成为了全身充满肌肉的巨人丧尸 为了躲避巨人丧尸的追杀 郑队长带领着队友往下水道 井盖那边撤离 可不料下水道里却突然冒出一只匍匐者 阻断了他们的退路 也就在这时 一辆重型卡车以每秒800公里的速度 朝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而在驾驶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晨 卡车一路横推不断有能量金盒收获 不知不觉收获的能量金盒 早已超过系统所需的升级条件 张晨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 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定 下一秒张晨周身被一股蓝色能量所环绕 恭喜您晋升觉醒者初期一阶段 天赋系统成功开启 晋升到觉醒者初期二阶段 需要1200能量金盒 可危机还没有结束 张晨拿起火箭筒朝远处的丧尸进行瞄准 下一声火箭弹便以每秒800米的速度飞了出去 在众人的震惊下爆炸开来 随后在张晨的开道下 他们跟在卡车的后面冲了出去 然而在另一边 在丧尸群中马尾小罗利猎杀着丧尸 而丧尸却没有对他发起攻击 原来他觉醒一个能变成丧尸的天赋 可就在这时一只小狗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小狗正是二胖 摆脱丧尸后的张晨开着卡车回到了别墅 此时二胖也回来了 在外面迎接张晨的回来 张晨蹲下身子抚摸着二胖的脑袋 担心地询问道 二胖你回来了呀 可把我担心死 你身上的伤怎么好了 二胖则汪汪汪地叫道 你说是有个客人救的你 还治好了你的伤 可不料下一秒系统发出威胁 小心头顶 只见马尾小罗利握着刀从天而降 朝着张晨的脑袋插去 然而却被张晨插头轻松躲了过去 紧接着一把推开他拔起插在地上的糖刀 可他还装作一脸担心张晨的模样 询问张晨为什么还没有变成丧尸 但张晨却回答道 看你这样才是要试变了 对了你叫什么 而小罗利却拍着凶途炫耀道 我叫小夕这可是我觉醒的技能 可不料下一瞬 张晨拿起糖刀朝他的脑袋砍过去 没办法面对张晨的攻击 小夕只好使用技能来进行抵挡 紧接着张晨便被四面而来的绿色失误所包围 绿集失误 属世化天赋系统 可在三十秒内将包裹的异常强者试化 面对着发怒的小夕 张晨只好举起手来投降 称我就是想要试探你没别的意思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孩 实际上却是一个丧失小罗利 就在刚刚为了表达对小夕的歉意 以及感谢对二胖的帮助 张晨提出可以让小夕扫空自家冰箱 但转眼间又变化成另一束嘴脸 拿起喇叭就让他两分半后补带 面对着张晨的无比绝情 小夕双手合十样求道 我有很多技能书和图纸 还有二十个戒指碎片 都可以给你抵消火石 求你就让我留下了吧 然而张晨可不吃小夕这一套 然后化身成恶魔抓起他的马尾 就要把他扔出去 可小夕的下一句话 却引起了张晨的注意 我知道军火库的位置在哪里 说吧军火库在哪 一周之后再告诉你 万一我说完你就赶我走 我可就亏大法了 无奈之下张晨只好答应了小夕 并吩咐二胖贴身盯紧他 有任何一动立马向张晨报告 文言小夕转身就要回去休息 可张晨却打了个机灵 慢着你是不是还有技能书和图纸给我吗 小夕却装作一脸疑惑道 什么技能书我哪有什么技能书 听错了吧 只见张晨盾十眼冒红光 我的火箭弹好像还挺充足的 见情况不对 小夕立马展示出所有技能书了 随后张晨拿过技能书 仅用了两秒半就学会了所有技能 还收获了三十戒指碎片 回到房子张晨查看起了 觉醒后获得的天赋 不料却觉醒了罕见的双天赋 分别为基因净化天赋强体 能量净化天赋强 只见觉醒后的张晨周身环绕蓝色能量 有了这能量护盾 再加上锐化堂刀 对付近战巨型丧尸也不成为 当莫师丧尸降临 你知道被尸巢围攻是一种什么样的 而此刻郑队长一伙人正面临着被丧尸包围 只能一边又一边地加固着门窗 可就在这时一个榔头突然掉落到地下 原来是有人已经开始精神崩溃了 抱怨到丧尸进不来 我们也出不去迟早试个死 现在营地就是我们的坟墓 即使势气低落可一旁的真玉还是鼓励着队友 可队友却不自觉地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他的眼睛也瞬间变得通停起 下一秒他便变成了丧尸扎的真玉冲了攻击 这时候看到情况不对劲的正队长连忙喊道 真玉小心他被咬了 就在个危急时刻 洪达已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从丧尸背后一刀把他砍成了两半 此时的真玉早已被吓得尿了裤子 可洪达管不了他这么多 玄机阴冷地朝众人说道 受伤的现在站出来 我给你们疼的地方安安心心活到失化 要是人我检查出来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文言众人都立马开始议论了起来 不久后一个身材瘦弱的小孩颤抖的狂子 很好 下一顺洪达的刀便架到了男孩的脖子 洪达你别这样 郑队长握着刀喊道 而真玉也在此时站出来 你要干什么 就当刀快要划在男孩的脑袋时 关键时刻郑队长也同时出刀 可郑队长还是低估了洪达的速度 男孩还是被打掉 你不是答应过我让他活到最后吗 郑队长面目争吟道 而真玉也眼含泪珠 当才干活就数他最认真 他一直是个很乖巧的男孩 玄机真玉指着七红达怒吼 七红达那个混蛋 说罢便要弯弓搭剑 但还是被郑队长给拦了下来劝说道 现在我们被狮群包围绝不能起内讧 没办法真玉只好咬牙收回了弓箭 可不料下一顺 七红达拿着刀朝真玉冲了过去 郑队长见状朝七红达快速丢出火尿 七红达坦皇拿刀进行抵挡 可腹部还是被炸伤 动手把打了我 七红达捂着伤口说道 而郑队长却朝手下摆了摆手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红达扶下去疗伤 转瞬又露出一副阴狠的面容 朝众人沉生道 今天发生的事以后 谁都不许再提都给我忘掉 降临在末世的第四天 当其他生存者 还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不仅拥有一座湖岛 还在岛上种起了农作物 此时二胖正在卖力刨挖 已经成熟的肉树 看着手中的肉树 小夕露出满头的笑容 挖一株就这么多肉树 偷我们三个吃一个星期了 而张晨则躺在地上 十分悠闲指挥着它们 别光想着吃 记得收集种子 然后找时间把它们都种上 可小夕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张晨顿时黑了眼 老大肉树水分 很大感觉不易饱风 要不我用我的湿物 给它们干燥一下 闻言张晨被吓得弹了起来 你呀是不是故意想气死我呀 想让我们变成两人 一狗三丧是吗 小夕则撇了撇嘴 这么凶蛋吗 我只是想试试吗 不放就不放 好家伙试试就试试 张晨立马查看起了 被湿物干燥后的肉树 预计湿物感染的果实 可使其具备湿毒 且不破坏其原本的外观与味道 看到有如此效果 张晨立马让小夕 去试验一株肉树看看效果 只见小夕抬手 释放出绿迹失误 覆盖到肉树植株表面 可等了许久 小夕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张晨则在一旁告诉她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这简直就是因人神气 更让张晨吃惊的是 在回收肉树时 就连系统提示明度不变 除此之外 还收获了165单位的木量 随后张晨消耗110木材 和13能量金盒 制作出十把精准的长弓 和30件事 把他们都交给小夕 让她去商城换取一些器用 食物 水以及金盒 还摆出一副奸商的样子 传授小夕销售秘诀 小夕则拍拍胸壶 表示保证能大卖特卖 然而就在这时 赵夕月发来了交易申请 可当张晨点击确定后 直接获得了一大堆物资 张晨顿时意识到不对劲 赶忙联系起赵夕月来 可映入眼帘 却是赵夕月狼狈不堪的模样 张晨急着问道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情况 赵夕月眼含泪光 他要来了 小哥哥很高兴认识你 希望这些东西对你有用 还没等张晨开口询问他地址 视频就被切断了 然而在一旁的小夕则告诉张晨 那里好像就是我上次到过的军火库 张晨一把提起小夕 快告诉我位置 快 那就是这 但上次我只敢在外围溜达 没敢深入 随后张晨朝小夕说道 现在全体触发军火库 你知道在末世当女孩遭遇危险 未见男孩最后一面 而发来最后的深情告别 可当男孩得知后 却义无反顾地前去营救 原来就在刚刚 张晨得知赵夕月有危险后 踏上了拯救之旅 此时小夕正坐在车上松了口气 幸好市朝总算退了 昨天这座城得死多少人了 而张晨则一点担忧 赵夕月你一定要坚持住 就在这时小夕发现有人在单挑匍匐组 原来是郑队长 之前郑队长朝匍匐者释放出三柄飞剑 可却被匍匐者一个后仰躲过两柄飞剑 但郑队长就闪身来到匍匐者面前 抓起另外一把飞剑一剑 将匍匐者的脑袋砍了下来 看着他们的战斗 张晨开起洞察之眼 查看起郑队长的信息 体质极限者肾上腺素效果作用中 升级觉醒者还需三百金盒 这哥们是刚升的急 以异常强者的段位就赶一个人出来 比我那个时候还狠 最后郑队长还不忘给匍匐者的脑袋补上一剑 而张晨也开着重卡 在此时路过了他的身边 此刻郑队长脸上充满了震惊 我猜直接用重卡拧压丧尸 这差距也太大了 当他们来到一段空旷的路段时 张晨对着小夕说到坐稳了 刹时间卡车以为秒一坤里的速度 撞在了丧尸上 不断收获着金盒 看着眼前不断到账的金盒小夕满心欢喜 我也得到能量金盒了 好像是平均分配的 果然还是跟着老大有小福 还没在谈谈性关 一个巨人丧尸朝他们前面走了过来 小夕提醒到小型有巨人丧尸 张晨毫不在意直接撞了上去 刹那间就将巨人丧尸撞得粉碎 我这可是家户版的重卡 再来几个巨人丧尸也不拒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只仆腐者突然趴在了车窗前 刀包是仆腐者 张晨一个飘移把仆腐者扫下 可仆腐者依然紧追着不放 你来开车我去外面打了他 随后张晨和二胖站在车门前 二胖你先下去在后面偷偷跟着 仆腐者有些智力瞅准时机在冲销 完二胖后张晨旋即跳上车底 可接下来他将面临着一群仆腐者的围攻 他们是号称极致之速的仆腐者 可即便拥有再快的速度 在张晨的刀下也被砍掉一条手臂 坐在刚刚 张晨在去拯救赵熙悦的路上 遭遇了仆腐者的包围 面对即将到来的攻击 张晨立即打开护盾进行名战 启蒙护盾已启动有效时长15分钟 可仆腐者不讲武德既然两力夹击 没办法张晨只好先用糖刀 抵挡面前仆腐者的攻击 而在后面那只仆腐者的攻击快要到来时 一个侧身让他扑了个空 随后一招斩击杆了另外一只仆腐者 但还是大意被刚刚那只仆腐者给咬住了肩膀 好在有启蒙护盾的保护 张晨一拳轰在了他脸上 就这点能奈么回去再好好进化进化吧 全集张晨刷的一刀斩断了他的手臂 随后张晨看着眼前的仆腐者轻蔑道 还和人类比战术你们还是太嫩 再练习个两年半也还是一样 现在换我主动出击了 一想不到的是张晨却突然改变方向 砍向了另外一只仆腐者 这才叫圣东击西 见同伴被打另外一只仆腐者只好开溜 终于走再不走手都要抬不起来 还好护盾挡住10%的伤害 此时肩膀上的伤口 也被基因强体天赋效果给开始修复 可下一瞬一只仆腐者突然冒了出来 趁张晨不注意把他扑倒在了车顶的边缘 只见张晨用轻蔑的眼神看向伏复者 跟我玩以退围经理贵司 就在这时二胖 朝伏复者扑的上去 张晨趁机脱身 然后一刀砍在他脑袋上搭了他 随后张晨抚摸着二胖的脑袋夸奖 你是懂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 干得漂亮 然而在车里驾驶的小溪却慌张地叫道 老大快进来 原来是前面有大量的巨人丧尸聚集 这是一种拥有巨人般大小的丧尸 即便在平常也难得一见 而张晨却遇到了一大群巨人丧尸聚集 面对一面来袭的巨人丧尸 张晨从车顶上一跃而下 还愣着干什么快让位置 接下来撞卡在张晨的操控下 摆脱了巨人丧尸的阻拦 眼看就要撞上了桥盾 好在凭借着张晨练习时长两年半的驾驶技术 改变方向撞向了一只巨人丧尸 可撞卡却同样遭到了严重的损伤 此时小夕留着泪双手打爆 老大你觉不觉得我们的车好像要爆 也就在这时 系统传来提示 卡车距离爆炸还剩40秒 然而车头已经开始冒火 但张晨依旧高速冲刺着 小夕被烟熏得睁不开眼 而二胖也被吓得丢了魂 老大能不能减个素 我想下车吐一会 张晨大喊不能 好在他们总算撑到了目的地 我数到三一起跳车 三二一跳 在最后时刻他们还是安全跳离了卡车 卡车爆炸的力量 就连周围的丧尸也不能幸运 随后张晨带着小夕朝军火铺里前进 老大我们就这样进去 不然呢 在这里等诗群过来更好玩了 可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矿突然弹了出来 地堡内有一只实力堪比绝 行者二阶段的大蜥蜴 情景甚进 看到提示张晨顿时如遭雷劈 可接下来大蜥蜴也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体 你见过这么大一只蜥蜴吗 就算阿三哥来了也得爬着出去 此刻小夕就差一点被他给咬住 好在张晨一把推开了小夕 但自己却被吞了进去 而二胖见张晨被吃掉 疯狂攻击蜴蜴的转 此时小夕已经瘫倒在地 眼含泪水难难倒 该不会我们这次都要死在这里了吧 可下一瞬 张晨却扛着火箭筒从大蜥蜴嘴里跳了出来 见张晨没事 小夕顿时喜机而泣 老大我就知道你命运死不了 而张晨并没有理会 继续朝蜥蜴发生火箭弹朝捅到 什么都吃只会害了自己 接下来在系统的提示下 张晨得要速战速决 趁大蜥蜴伤口还没完全恢复之前解决掉他 旋即张晨开始蓄力 然后奋力一跃举起糖刀砍向他 不料大蜥蜴却突然伸出舌头击中了张晨 而张晨顿时被震得吐出一口老血 随后张晨痛苦地捂着胸口 该死肋骨好像断了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正当张晨一筹莫展之际 系统提示到 眼睛为大蜥蜴的脆弱部 可进行杀伤 他的致命弱点在脊椎 随后张晨便想到了计策 小夕用失误攻击那家伙的眼睛 好 失误笼罩 失误顿时飘向大蜥蜴的眼睛 趁着大蜥蜴被致忙的瞬间 张晨再次攻向他的脊椎 现在就送你上路 大蜥蜴被刺得无能狂怒 可他还在苦苦支撑着 见他还没倒下 张晨再次用力狠狠地刺了进去 给老子死 原本还在挣扎的大蜥蜴 最终还是倒在了张晨的刀下 看着倒在自己脚下的大蜥蜴 张晨笑逐颜开 总算结束 少年实力强大更是拥有一把神刀 即便是比他高阶的便衣生物 也成了他的刀下亡魂 见张晨击败大蜥蜴后 小夕连忙跑过去观星询问 老大你没事吧 张晨捂着胸口回答 我没事 快去找找看赵夕月在不在附近 而断裂的胸子 开始慢慢修复 可小夕却遇事不慌 调出系统见面拍照 等一下我先自拍一个 晚上发去公共频道 这个我吹一年了 张晨健壮立马训斥起了小夕 小夕只能哭着去寻找起了赵夕月 随后张晨开始采集起了大蜥蜴的尸体来 收获能量金合60 加速肥料10 净化者血液1 坚韧的皮革20 锋利的爪子10 系统提示 净化者血液 珍贵的药剂原料 坚韧的皮革 可用于制作能量防具 锋利的爪子 是制作能量武器的稀有材料 随后张晨便和小夕呼喊起了赵夕月来 然而张晨突然意识不对 难道赵夕月已经死了 不可能一定不会的 就在这时 小夕好像发现了什么 老大快过来看 是窗户没错就是这里 张晨搬开堵住的巨石 果然赵夕月就在里面 可他却被感染了 好在小夕的天赋 可以消除他体内的湿毒 只是湿毒感染得很深 消除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而张晨则盯着系统提示的房门说道 没事你安心给他治疗 我在旁边守着 兵房间里面有大量的热武器和弹药 随后张晨欢喜地推开门 我靠着是装甲车 接下来张晨便回收起了里面的武器来 有了这些武器 即便是刚才大蜥蜴 我也能轻松解决掉它 可下一瞬 突然而来的声音打断了张晨的思绪 这是什么声音 你别动我过去看看 带张晨来到声音传来的地方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黄金宝箱 然而还没等张晨过去 宝箱身后的井里却伸出了一条巨手 少年历经磨难一路闯关 从开始的巧度匍匐者 再到勇闯巨人丧失灵 最后栗战便一大蜥蜴 终于来到了宝藏的面前 本以为已经顺利通关 可没想到的是宝箱背后的井里 突然伸出一只巨手来 此时的张晨开始不受控制地全身发抖 下一瞬一个长着牛角的脑袋也随之出现 意识到不对的张晨立马呼唤起了小夕 小耗子快去铁文房间那开车快 小夕文言跑过来 老大怎么了 治疗还没完成呢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怪物啊 面对着已经雇出群毛的巨体丧尸 张晨只能使用火箭筒来拖延时间 还不忘回头嘱咐小夕 耗子你快带赵夕月先走 我来拦住他 可令人吃惊的是 火箭弹居然对他毫发无伤 此时系统对他展开了介绍 便以三型丧尸巨体 拥有超强的力量 速度 反应和抗击打能力 能够施展阴波攻击 看着系统的介绍 张晨顿时感到了无语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这怎么还算是丧尸吗 好在这是巨坦的眼睛 被绿色雾气给遮挡 原来是小夕师放出了失误 趁着巨坦被干扰期间 张晨动身一跃 举刀劈向了巨坦的后背 但下一瞬 张晨连任带刀都被震飞了出去 连皮都没有刮破 反应过来的巨坦扭过头来 深吸一口气 随后朝张晨重重地释放了一次因果攻击 好在张晨伸手敏捷躲过去 转身跳上了庄甲车 但此刻巨坦被张晨气的爬了 然后蓄力重重地垂击在了地面 地面顿时被垂得四分五粒 而庄甲车的位置也开始坍塌下去 紧接着掉下了一个地洞 此时的张晨还在车里郁闷 为什么巨坦出现时 没有弹出隐藏提示警告 难道戏土就是想让我掉下来 刚刚一声 庄甲车终于落到了地面 但可怕的是 他们居然出现在了怪物的孵化潮雪 这个男人一场小气 只因这个巨坦丧尸吐了他一身口水 他却带人偷偷把人家的老巢给烧了 可不料被回家的巨坦丧尸给发现 只能开车落荒而逃 逃逃时还不忘继续添油加醋 完事后还赏给他一个大肚子 最后还掏出火箭头 给他急切地来了一发小飞棍 感受到来自张晨的关爱 巨坦丧尸只能感动白手送他们离开 此时系统传来提示 成功烧毁天阳式怪物孕育巢 巢学11%面级 特此奖励二级宝箱一个 请注意查收 可张晨看着系统面板却惊讶到 居然才烧了11% 这孕育巢未免也太大了吧 然而就在这时 张晨注意到了一个绿色的身影 该不会又是一种新型怪物吧 系统隐藏提示 便一二型丧尸 毒液孕者 能吐出极高腐蚀性的毒液极其危险 啊呸 毒液丧尸不讲武德朝装甲车吐了一口毒液 装甲车的外壳瞬间就被腐蚀掉 可没想到的是 又不知从哪里冒出两只毒液丧尸 一起朝装甲车喷射毒液 看着即将被腐蚀掉的装甲车 张晨一把抢过小戏的方向盘 然后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许久后终于逃出了洞穴 此刻他们两人相同而合 终于逃出来了 下次咱们再也别来这个鬼地方了 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高兴 地堡那边的丧尸也紧根而来 面对如此的际尸 张晨咬紧牙关全力加速 被绕到中 不然天阳市就要毁了 然而最难缠的海水那些匍匐者 眼看有一只匍匐者就要进来 张晨一刀刺穿了他的脑袋 可就在这时 赵夕月的尸毒突然发作 赵夕月的尸毒还没有清除干净 再不治疗就要失变了 你放心去给他治疗 丧尸我来处理 随后他们便分开行动 只见张晨一手AK一手火箭筒 在张晨的火力压制下 丧尸们都成为了物资 来吧来吧 老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火力倾斜 可面对巨坦丧尸 普通武器对他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于是张晨扛起超级火箭筒自信道 我就不信 几千吨的丽娇桥还压不死 只听轰的一声 丽娇桥开始向下方的巨坦丧尸压去 在几千吨中的压力下 巨坦丧尸发出痛苦的怒吼 他是丧尸中的王者 拥有重堆的丧尸 但如今他却被张晨火力吊打 被困女河道中哭哭着 买脱后的张晨安全回到天阳市 此刻在天阳市的街道内 郑队长等人在此清理着周边的丧尸 张晨的路过让他们原地鸣逼 随后引起众人的羡慕 快看居然有人开上装甲车了 回到别墅 张晨把赵夕月放到床上 此时的小夕和二胖已经泪成狗 坐到地上导婆就睡 可下一秒张晨的依据 今天幸亏有你小夕 辛苦你 当他顿时争大了 紧接着抱着张晨的大腿痛哭流涕 老大你终于不叫我小浩子了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张晨拍拍他的头安慰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带小夕回去睡觉后 张晨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查看起收获 打开今天所得到的二级宝箱 除了获得一些户外工具 还得到了一天赋水晶 第初级能量铠甲设计图 以及一份高级宠物口粮 天赋水晶可以加点天赋 能量铠甲可以减少25%的伤害 宠物口粮会加速宠物成长速度 随后张晨便进行了天赋加点 在四个天赋点上 选了聚能打击和狂怒 恭喜你成功点亮狂怒和聚能打击两大天赋 紧接着张晨身体呈现出红蓝两股能量流动 眼睛也分别显现出两朵红蓝火焰 而手臂也出现红蓝火焰印记 这就是聚能打击 第二天清晨 正躺在沙发上睡觉的张晨 被一股肉香给馋洗 原来是已经痊愈的赵夕月端着肉鼠走过 谢谢你救了我 今后这条命就是你的 文言张晨摆了白手 别这么说 上次不是你的药 我都活不到今天 咱俩算是扯平了 可在一旁的小夕却被迫吃着狗粮 顿时就黑了脸 你们就别逆逆歪歪的了 赶紧吃烤肉鼠吧都快凉了 可他们却依旧你浓我浓的 受不了的小夕指着窗户 老大快看巨坛丧尸来了 张晨顿时警惕在哪 却发现窗户啥都没有 好几个小耗子 居然敢耍我 看着他们在打闹 一旁的赵夕月只能笑着劝了 吃过早饭后 张晨他们开始给肉鼠施加起肥料 赵夕月趁此把身上的技能书 交给张晨 然而张晨却发现了 一本名叫染血的日记 在这个丧尸横行的末世世界里 男人却享受着 玉姐为她做饭的生活 就连小萝莉也主动投怀送抱 就在刚刚张晨从赵夕月那里 得到了一本染血的日记 同中知道了这个世界 丧尸由来的真相 而丧尸还只是小菜 练义昆虫和植物 才是人类的噩梦 但令张晨没想到的是 这个世界居然有武装机甲 为了尽快提升实力 张晨等人出来猎杀丧尸 二胖发生肖月狼王 在尸群中乱杀 赵夕月站在楼里 朝着丧尸发射火箭台 小心过去 在强大的火力面前 丧尸都化成了灰烬 而张晨一个抬手 释放聚能打击 红蓝两股能量 交替贯穿了整个街道 施法结束后的 张晨手掌被烧得通红 看来这招以后 只能作为压箱底的 杀手锏来用了 接下来张晨开始 回收掉落的物品 此刻升级觉醒者 初期二阶的条件 也达到了要求 旋即张晨毫不犹豫地 点击升级 成功晋级觉醒者 初期二阶 获得四点天赋 升级三阶段 需要能量金额六千 伴随的还有聚能打击 也得到了强化 紧接着开始进行 天赋加底 掌握了灵猫反射 和副甲一方两种天赋 随后张晨便试了一下 灵猫反射 哇老大你居然会顺利 这只是我的天赋 你还差多少金额升级 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 小戏摆了白手转换话题 对了老大那些匍匐者 怎么一直也没见着 对啊让我来看看他们在哪 旋即张晨发动洞察之眼 周围的大楼变得透明起 原来在这里 此时赵熙悦也成为了 一场强壮者 不错我们现在就一起去 清脚天阳市所有的匍匐者 那些还在啃食的匍匐者 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下一刻一颗爆炸弹划过 瞬间在匍匐者群中爆炸开来 只见张晨出现在墙洞处嘲讽道 以为学会放哨了 就逃得了吗 小戏等会我把匍匐者赶到陷阱里 一口气用弹药弄死他们 收到 在另一边 齐红达与郑队长发生争执 因意见不合带领其他人 今晚去商贸区站 看着他们离去 郑队长担心道 丧尸没来 人祸却要来了 到了晚上 此刻张晨他们已经回到别墅 吃起了丰盛的晚饭 最后一道压轴菜金玉满堂来了 而小夕早已馋得双眼冒光 这些都是我的 谁也别和我抢 看来你不止在这个世界饿得很 没穿越之前你家很穷吗 见张晨询问 小夕又开始立马转换话题 其实小夕并不是穿越者 而是这个世界的人 吃完晚饭后 张晨宣布明天的计划 现在城里的丧尸已经不够杀了 在下个游戏阶段到来之前 我们必须去地宝拿到日记里的武装机甲 你敢相信 眼前这坨答辩居然是一份高级宠物口粮 就连狗见了都嫌弃 可他那个不靠谱的主人却将其头位给他 下一瞬二胖顿时瞪大了眼 紧接着一股浓浓的飞烟从他的身体散发 把他笼罩在其中 过了许久 一只爪骨从中叹了出来 只见二胖化身孝月狼王霸气登场 不仅体型变大 身边还伴随着两道分身 张晨见状马上查看起了二胖的鉴定 此时的二胖已经成长为少年期阶段 还获得了一个备化战斗和野性呼唤 备化战斗可以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野性呼唤则可以召唤两只孝月狼仔出来战斗 随后张晨抚摸着二胖的脑袋夸奖道 不愧为S级战宠 以后家就交给你了 不能让任何能动的活物进入小岛 一切都听从赵熙月安排 接下来我们一起出发去地跑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齐鸿达带领着小弟 在商道区猎杀其他营地的人 其中一个胖子指着齐鸿达指责道 这就是你们体育馆营地的作风吗 骗我们来这里搜刮物资 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可齐鸿达却把锅甩给正对着 别怪我 都是我们老大郑浩的命令 我们也没办法 随后齐鸿达又摆出一副大发慈悲的心态 把他们都给放了 待他们离开后 齐鸿达立即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 郑浩你不是一直想要给营地塑造好形象吗 我偏要让你们恶名远养 还没等他高兴完 可不料下一顺 他便被子弹射中倒飞了出去 原来是另一个营地的人做的 而在地堡这边 小夕遇到了一只毒液丧尸 被吓得马尾都竖了起 好在小夕现在是丧尸状态 撞起胆子向他发问 看什么看 我问你知道武装机甲在哪吗 毒液丧尸摇了摇头 好像能听懂小夕的话 见问不出来 小夕又换个角度询问 最后毒液丧尸指在了地下 在另一边 张成靠着聚能打击拖延着巨坛丧尸 小夕怎么还没有找到机甲 老子快要撑不住了 而小夕顺着毒液丧尸所指的方向 向地下走去 来到了机甲的存放 太好了终于找到武装机甲了 罗里小夕凭借着他那可爱呆萌的外表 就连充满浑身毒液的毒液丧尸 也忍不住回头多看一眼 就在刚刚 小夕按照毒液丧尸的指引 找到了武装机甲的存放 从头的数量来看仅有四架机甲 而且只有一架是完整 其他的只能算作为零件 不过完整的那架看起来也坏掉 最后小夕开始联系起张成 告诉了张成机甲的位置和机甲的损坏度 以及附近有五只巨坛丧尸 此时的张成早已伤痕累累 富贵险中求 待会我先去引开巨坛丧尸 已做好准备战斗 还没等小夕答应 张成便挂断了通话 下一兽五只巨坛丧尸 被突如其来的火箭弹给轰炸吸引了出去 随后张成一个顺意出现在了小夕的面前 小夕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这都是老大干的吗 怎么就突然出现了 张成没有理会玄机开始修复起了机甲 别废话 快用失误把这里围起来 巨坛很快就会回来了 维修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在张成的机械维修进 机甲开始进入维修状态 预计需要三十分钟 而打工人小夕只能含泪去拖延 张成不放心小夕 转手又给了他一百颗手维 面对过来的巨坛 小夕抬手释放出失误 躺着火箭筒冲了上去 在失误和火箭筒的配合下 小夕在巨坛中游刃有余 紧接着拿出手类 随后地口中传出阵阵的东西 轰炸过后 小夕也已经淡尽良觉精疲力尽 可巨坛还是没有倒下 接下来小夕该怎么对付 即将而来的巨坛丧尸 糟了糟了 小夕即将葬送在巨坛丧尸口中 此刻的小夕早已没有了力气 眼看巨坛丧尸净屏 就在这时洞口处传来的洞点 下一时张成驾驶的机甲飞了嘴 随后快速绕过巨坛丧尸群 降落到小夕面前 快你先把机甲开回家 我去把巨坛丧尸引开 交代好小夕后 张成跳出机甲迎向巨坛丧尸 而小夕则驾驶机甲飞回别墅 面对巨坛丧尸猛烈的攻势 张成打出一发巨能打击 下时间巨坛丧尸群被打了动弹 与此同时在别墅 真欲来找张成帮忙对付外国人 可却被守家的二胖当作为入侵者 遭到二胖的攻击 画面一转来到齐鸿达被绑架的地方 此时的郑浩独自一人带着物资 赶来营救齐鸿达 但那黄毛老外不仅拿了物资还不放人 还要送郑浩他们去西北 而郑浩早已预料到他们不守信用 下一瞬拨开衣服亮出绑在身上的炸弹 黄毛老外健壮 二话不说立马就放他们离开了 待郑浩他们远离爆炸范围后 黄毛老外紧接着分宿一旁的光头水 前去截杀郑浩他们 面对拦截的光头 齐鸿达却在这时指责起了郑浩 为什么不把兄弟们都叫管 正当他们还在争吵之际 下一秒二胖却突然出现在了光头的背后 看着眼前出现的二胖 齐鸿达还以为是郑浩找来的帮手 可紧随而来的真玉在他们背后 不喊道让他们赶紧离开 郑浩见情况不对劲 丢出一颗烟雾弹掩护逃离 而一旁的光头已然葬送在二胖郎 在另一边 黄毛老外还在疑惑光头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活 殊不知二胖早已杀到他们这里 面对扑袭而上的二胖 黄毛他们纷纷开枪射击 然而这对二胖根本造成不了一点伤害 随后二胖召唤出两具分身 在分身的配合下 黄毛等人也葬送在了二胖口中 逃出来后的齐鸿达他们 却因为真玉的出现 开始分道扬镳 此时的齐鸿达心想着迟早把郑浩给代替掉 过了许久以后 此刻的齐鸿达正趴在一幅草层中 而他前面正集结着一伙櫻花国的幸存者 为首的秃头是来天阳市为他死去的弟弟报仇 随后他吩咐手下把宝箱放到视野开阔的地方 用来吸引更多人过来击杀 就在这时 天空传来阵阵风鸣 小夕驾驶着机甲回到了天阳市 下方櫻花国的幸存者纷纷抬头望向空中 小夕看到下方的櫻花国幸存者来者不善 玄机操作着机甲假装朝他们开火打算吓一下他 在准备开火之际 随后紧接着一个华丽的飘逸飞走 趁樱花国人还在纷纷躲闭 一旁的齐红达悄悄向宝箱走 打开宝箱居然得到了一瓶攻击体制增强剂 这一次我一定要比你正好先一步成为觉醒者 而在别墅这边 二旁带着黄毛他们的空间戒指和武器回到了别墅 紧随回来的还有小夕 而张晨还在开着装甲车在赶回来的路上 看着眼前赵夕月他们打来的视频通话 张晨得知了小夕误打误撞拯救了天阳市 为了防止他们的暴露 张晨安排赵夕月在附近设好埋伏等他打来 正好就拿他们这群人的物资来修复机甲 过了两分半会 赵夕月和小夕扛着火箭筒在高楼等待他们的道理 见他们进入到了射程 赵夕月一方便当踢在了他们的坦克上 不过也因此暴露了位置 被他们给火力攻击 无奈之下只好慌忙逃离 漠视之下 除了要面对可怕的丧尸外 还要防备阴险狡诈的幸存者 就在刚刚小夕驾驶机甲回来 不料却被樱花国的幸存者给惦记上 此刻的他们正遭到秃头等人的火力围攻 楼下的秃头在楼下喊话 只要赵夕月他们交出机甲就放过他们 可即便如此 小夕还是强忍的能烟 也绝对不会把机甲交出来 而赵夕月则是希望守在另一个路口的二旁 能够及时赶过来支援 眼见赵夕月他们不肯交出机甲 秃头驾驶的移民逃离力 喷射出一道剧烈的火焰 面对即将而来的火焰 赵夕月赶忙让小夕趴下 就在这时 小夕听到一声汪汪汪的叫声 这声音是二胖来救我们 趁现在我们赶紧跑 只见二胖从天而降 一找拍在了坦克的发射管上 樱花果等人见着 纷纷改变射击方向对着二胖攻击 而在坦克内的秃头则是操作着瞄准镜 对准在人群中厮杀的二胖 下一秒 来不及反应过来的二胖 周身产生剧烈的火焰燃烧 还在逃跑的小夕家二胖被灼烧 悲痛的要跑去营救二胖 却被一旁的赵夕月给拽回 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才能给二胖复仇 随后赵夕月带着小夕快速逃离 可没过多久就被追了上 眼看就要被抓住 下一瞬 张成开着装甲车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老大二胖他嘎了 小夕悲痛的对张成哭诉 张成得知二胖被送去了西门 整个人都试了神 什么二胖他打 现在的武器还对付不了他 我们把他们引去巨坛丧尸那 玄机张成开着装甲车 把他们带进了山盾 在山盾的巨坛丧尸前 一旦重重地朝地面锤了下去 地面顿时被锤得四分五裂 紧接着又是蓄力一击 刚探出身子的秃头 还在惊讶着到底是什么怪物时 下一秒就被巨坛丧尸捶得灰飞烟灭 而巨坛丧尸也因蓄力一击陷入了僵直状态 张成得到系统提示后 不仅大愁地报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趁着巨坛丧尸还在僵直 张成飞速跃上他的眼 紧接着一刀插了进去 没过多久巨坛丧尸便因流血过多去了西北 应恭喜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击杀巨坛丧尸的幸存者 奖励三级宝箱一个 可不料张成却因为旧伤复发 捕了一口去 小夕他们见状赶忙跑去 张成你怎么 眼前这个拥有巨人般大小的丧尸 是丧尸中的领主巨坛丧尸 也还是倒在了这个男人的刀下 就在刚刚张成以自身重伤代价 击杀巨坛丧尸 待张成离开后 躲在暗处的幸存者出来搜刮战场 然而却被另一伙赶来的人当场击毙 此人名叫赵龙川 是狼牙幸存者营地的对手 而击毙刚才那两人的 是这名蒋成城的女居基础 也隶属于狼牙幸存者营地 此刻的他们正在找寻张成 想把他拉入营地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此时张成他们正寻找二胖的下落 可下一顺 系统传来危险警告 有五只蒲符者逼近 介于玩家的伤势 建议宿主快速撤离 系统提示刚落 张成的背后就出现了一只蒲符者 紧接着剩下的四只 从四周陆陆续续朝张成他们包围 一旁的小溪见状有些担心 这么多蒲符者还是二型的 老大的伤还没好 这样下去不行了 张成安慰道 这都是小意思 你们小心一些 严霸张成他们各自迎上了袭来的蒲符者 只见张成一刀洞穿一只蒲符者的脑 随后又是一击横扫解决另外一只 可就在这时 地面传来喷的一声 惊得张成赶忙扭过头子 只见一只眼冒红光 满嘴獠牙的凶兽出现在了张成的面前 面对袭来的凶兽 张成还在埋怨戏 为什么没有提示这个威胁 就当他就要靠近张成时 却突然一个急转弯绕到了张成身后 估上背后的匍匐阻 张成有些疑惑 他为什么没有攻击物 只顾着吃丧尸 等等吃丧尸 还有这个声应该不会使 而在小夕他们这边 此刻的他们正在火力击杀周围的丧尸 下一步就要去跟张成会合 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远处的角落中正有一名女子盯着他们 就在这时 张成击杀着丧尸发现了女子 女子被吓得目光呆滞 连忙跪下求牢 张成眼神一灵沉声说道 你是樱花国的人 不好好在江北待着 到我龙国这边干什么 恰好这时赵夕月和小夕也赶过来 张成发生什么事 而眼间的小夕却注意到张成怀里抱了一个东西 老大你怀里的是啥 张成微微一笑 你们看这是谁 你这是什么呀 黑乎乎的简直丑暴了 小夕一脸嫌弃 地旁的赵夕月惊呼 她难道是二旁 没错她就是二旁 随后小夕和赵夕月喜结而泣 朝二旁抱去 可还在地上的小日子 趁张成不注意食欲想逃跑 哼的一声一把刀树立在了她面前 想逃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张成阴冷道 我叫小美不是樱花国人是龙国人 小美瑟瑟发抖回答 紧接着她又使用出美人剂 想要诱惑张成 张成脸色顿时一飞 给一旁的小夕二女都看到 你敢相信 狼牙营地队长赵荣川 虽然是赵夕月的哥哥 而赵荣川得知张成这头猪 拱了她妹妹这颗好白菜 将会如何对待张成这位妹夫 就在刚才 张成面对小日子的美人剂 依旧不为所动 女人只会影响她的拔刀速度 于是她将即救济 让小日子交出储物件 把她带在身边陪她演戏 当他们路过一座大桥时 被前方堵桥的第四戳爆了车胎 好在张成控制着装甲车 撞到桥边停了响 待车停稳后 交代好赵夕月他们好好待在车内 张成纵身跃出车外查看 可下一瞬系统提示 张成已进入射击范围 需尽快寻找掩体 紧接着便是突如其来的子弹 张成急忙向后飞撤 同时根据枪声锁定在桥梁上方 原来偷袭张成的 是狼牙营地的蒋陈陈 而且在张成的前方 一个人影正向他靠近 此人正是狼牙营地的队长赵龙川 你就是清空军火库的人吧 可以出来聊聊吗 张成躲在装甲车后面紧踢的 我刚才差一点被您抱头 就是为了跟我谈谈 而在车内的赵夕月看着赵龙川 热泪盈眶高兴道 是他错不了他 连把他飞快地跳出车外 张成见状连忙喊住赵夕月 夕月危险别过去 见张成欲要跟着过去 桥上的蒋陈陈也哒哒哒来到张成头顶 随后动身一跃跳到张成面前 可出乎意料的是 蒋陈陈却把手上的狙击枪扔到了地上 连冒这么重的杀气 我道歉还不行吗 张成被他这一举动弄得有些猛 而在这时 背后的赵夕月出声道 陈哥等一下这都是误会 这位是我的哥哥 乃妮这是你哥哥 赵龙川面带微笑介绍自己 你好我是狼牙营地的队长赵龙川 也是赵夕月的哥哥 很高兴认识你 随后他们坐了下来 讲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并向张成发出邀请加入狼牙 一起对抗即将到来十万以上的丧尸潮 张成和赵夕月文言顿时愣子 什么十万以上的丧尸潮 是的没错 面对这种规模的尸潮 我们龙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 这也是我招募强者和搜集军火物资的原因 而且我们在南部建立了幸存者基地 已经有许多龙国人到那里了 张成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吧 赵龙川向张成发出邀约 张成低头沉思片刻 随后吐了一口气 我是不会和你们一起走的 如果真的有世潮来袭 我会把他们都通通拦在天阳室外 赵龙川和蒋陈陈文言 被张成这番话震惊的邓大门 而赵夕月听闻急得开口劝急 陈哥你一个人怎么能 却被赵龙川抬手打断 接下来张成让赵夕月选择跟他还是哥哥 他不会抢错他的去留 赵夕月还想挽留张成 让一旁的哥哥再好好劝劝张成 可赵龙川摇了摇头向他诉说 以他击败剧坦丧尸的实力 说不定真的能够抵挡住丧尸潮 至少他是一定能在这个崩坏的世界 活下来的那一部分 听到哥哥这样说 赵夕月似乎知道他该怎么选 我不是很早就选择好